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消息属实 这些优势也将会成为苹果在本届WWDC上宣传的侧重点之一 而在云端AI模型的研发方面 苹果相关的布局计划同样在有条不稳的进行中 其中就包括了大家熟知的超能力 也就是说 苹果将通过持续收购AI科创公司 为自驾AI模型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持 根据外媒925Mac近期报道 苹果已经敲定了一笔对DataCollab公司的收购计划 将于今年12月完成 据了解 DataCollab是一家位于法国巴黎的科技公司 专门从事人工智能压缩和计算机视觉技术 在业内有着高效深度学习算法专家的美誉 纵观DataCollab公司的履历 该公司在2020疫情期间曾与法国政府合作 将人工智能工具部署在巴黎交通系统中 以检查公民的口罩佩戴情况 同时DataCollab还曾与迪士尼等其他知名公司合作 同样以提供技术支持为主 除此之外 苹果近期还与知名图片网站Shutterstock合作 获得了数百万张图片的授权 价值2500万至5000万美元 据路透社报道 苹果计划通过这些图片对AI模型进行训练 以增强自家大模型的处理运算能力 当然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短期内我们大概率无法用上苹果自家的云端AI大模型 但不管怎么样 就目前的主流爆料来看 iOS18中将带来功能方面的重大更新这一点 基本可以提前确认 毕竟在近些年的iOS更新中 大家对苹果在新功能方面挤牙膏式的更新已经相当硬件 看来这一次 或许苹果的牙膏真要被挤爆了 就在我们期待iOS18新功能带来惊喜的同时 另一边却传来了一个对iOS不利的坏消息 距离苹果Vision Pro的发售已过了三个月 曾经与宇宙的倡导者Meta如今隐秘发起追击 4月22日在Meta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 扎克伯格宣布推出全新的混合现实操作系统Meta和Resden OS 这也是扎克伯格口中10年来构建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成果 此以前 财报显示 Meta每年都要投注数十亿美金用于虚拟现实技术 交互是这一全新操作系统最大的亮点 根据他的介绍 为了实现更加自然的交互 Meta和Resden OS开发了多种自根综绩等技术 推出包括手部 眼睛 脸部 身体追踪四种全新的交互 作为对比 在此些Meta的Quest平台上 交互模式是手柄射线操作或者按键操作 而为了让机器更好理解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 推出了包括高分辨率直通 场景理解和空间锚点等一整套的技术系统 不过 Meta的这一成果并不打算自己独享 而是把它开放给更多的第三方硬件厂商 共同打造整个操作系统生态 此次 已经有不少硬件厂商宣布了与Meta的合作 Meta表示 华硕 联想等硬件制造商 接下来将生产基于Meta和Resden OS系统运行的设备 据Meta介绍 华硕旗下的玩家国度 ROG 将利用其作为游戏解决方案领导者的专业知识 开发一款全新的游戏头衔 联想则将利用其共同设计 VR一体及Opulus Rift S的经验 以及在设计ThinkPad笔记本电脑系列等领先设备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 开发一款用于提高生产力 学习和娱乐的混合现实设备 不过 扎克伯格也补充称 这些设备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推出 对于此次合作 联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渊庆表示 混合现实正在改变人们与计算机的交互方式 将数字体验和物理空间相结合 以提升生产力 学习和娱乐体验 基于我们过去成功的合作关系 联想将Meta和Resden OS与我们在个人计算领域的创新相结合 旨在加速混合现实新应用场景的普及 如虚拟屏幕 远程呈现 内容消费以及沉浸式培训等 此外 Meta还在与微软的Xbox合作开发一款 专注于游戏的限量版Quest头衔 旨在了用户提供更加丰富和沉浸式的游戏体验 此以前 Meta在内容生态上的策略是自己砸钱自制或者疯狂收购 但如今 Meta正在采用一项更轻巧的策略 据介绍 Meta和Resden OS将允许Steam和微软的Xbox与游戏在其操作系统上运行 除此之外 广袤的2D应用程序也能够移植到Meta操作系统上 不过 此次如此彻底开放系统生态 后续也会带来内容应用分成规则的调整 扎克伯格并未对此做出说明 对于第三方开发者来说 除了介入Meta的系统之外 还可以调用Meta上更多的内容模块 比如 在Meta和Resden OS操作系统上 用户们的身份 头像 社交图和朋友群体都可以在虚拟空间移动 而开发人员可以将这些社交功能 集成到他们的应用程序中 在扎克伯格看来 每一个计算时代都有开放和封闭的操作系统 在手机时代 苹果的操作系统基本胜出 不过 扎克伯格多次表示了 对于苹果iOS系统对外部应用 收取苹果税的行为的不满 而依靠广告营收生存的Meta 也确实因为苹果的封闭生态之过亏 在两年前 苹果因为隐私更新政策 使得Meta变得更难向用户投放广告 因此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广告收入 扎克伯格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元宇宙 智能眼镜和头显 让开放模式再次定义下一代计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布操作系统 让更多公司可以在上面构建不同的东西 概括来看 Meta推出全新的空间计算操作系统 是一向一键三雕的策略 一是 Meta借用全新的操作系统 补齐来他们过去在交互上的短板 VQuest平台提供全新的使用体验 二是 Meta通过更加开放的姿态 联合更多的第三方硬件厂商和内容厂商 对苹果的Vision Pro发起进攻 三是 Meta探索的新的操作系统 也在对苹果原先封闭的iOS发起进攻 不少行业人士也表示 此举彰显了Meta公司手机执行官 扎克伯格的雄心壮志 他希望拥有可为业内第三方VR和MR设备 提供支持的操作系统平台 就像谷歌公司通过开源安卓系统 而成为智能手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一样 以上就是本期视听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iOS18的AI功能期待吗 对Meta布局X2赛道咱们看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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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